音乐 超声波微孔无化加湿器 很多人都用过 它能喷雾是什么原理呢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做个模拟实验 这是它的核心部件 压电陶瓷微孔雾化片 它的驱动方式 可以去看我的另一期相关视频 视频中测量到 驱动频率是110千盒子左右 现在我们尝试把雾化片的微孔放大 用实验去理解喷雾的原理 拆下雾化片 在显微镜下观察 它的正面也就是喷雾的那一面 是凸起的比较光滑 在凸起的区域 有700多个直径5微米的微孔 它的背面也就是与水接触的那一面 是凹陷的 凹陷的区域有微孔 每个微孔都是漏斗形的 画面里看不清 但是眼睛能看清楚 我准备了一块泡沫板 模拟其中一个漏斗形的微孔 这一面是小孔 模拟雾化片的正面 这一面是喇叭口 模拟雾化片的背面 实验开始 往正面加水 不会喷雾 只会慢慢地往背面渗透 当背面的水足够多 又会从正面喷出 总之喷雾是单向的 这是模拟正面加水 雾化片启动后 也是这样拍打水面 由于小孔与水面接触 出水孔大于入水孔 流速会减慢 水就会堆积到背面 往背面加水 马上从正面喷雾 这是模拟背面加水 雾化片启动后拍打水面 由于大孔与水面接触 出水孔小于入水孔 流速会加快 水就会加速喷出 这就像我们把水管口捏小 水会喷得更远一样 科学实验总有可能存在错误 如果我的理论有错误 请大家优雅的指正 并在评论区分享 我是鸡垫将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水面